不管是个人的 透过专业老师的讲解 介绍目前客委会在推动客家文化事务上的需求及政策 由于相关这种活动在积极正是第一次举办 因此也受到地方人士的关注 从议员、镇长、村里长、文史工作者也都踊跃参加 而镇内目前客籍身份虽然不多 不过若经过专业调查 人数绝对是现在的好几倍 积极正虽然不是典型的客家聚落的所在 但是因为客家人善于迁徙 或者是因为婚姻的关系 所以还是有很多客家籍 包括外籍的所谓的印尼、越南的一个华侨 嫁到我们台湾以后 其实它的原籍都是属于客家籍 会议中老师介绍了很多成功的实例 因为客委会与地方的合作 创造了社区文化产业的提升 所以积极正要发展出客家文化来 对当地一定会注入更多的资源 这对地方上的发展是相当有利 除了硬体方面 对地方上的建设有帮助以外 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挹注 不管是这个人力、财力 还有各方面的指导 来协助我们地方上这个文史工作 这个推展 现在积极正以及任爱乡 是目前没有客家协会的地区 所以与会人员在这个会议之中 以致认为 积极正一定要成立客家协会 在大家推派下 成立七草人及发起人之一 是由议员陈兆玉来担任 共同决定的是说 我们将来要在积极正成立 尽量去成立一个 积极正的客家协会 并且现场我们就推派了 我们陈兆玉陈兆玉来担任 我们这个协会的这个 七草人 客家协会的一个成立 然后将各个聚落 整个一个文化 跟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 来做一个结合 我相信这样才能够促进 族群之间的一个融合 促进地方的繁荣 第一场的工作坊说明会 结果是深入在地人士的支持 而由国内学者组成的这个团队 也会陆续举办后续集场 藉由更多人认同 及喜爱客家文化 要让积极正也具有客家文化气息 明星华一华一 积极采访报道